令妃是如何上位的?还没出月子,乾隆就找上门。他到底有什么本事?历史上的令妃到底有什么特殊技巧?能在还没出月子的时候就被乾隆找上门?人们眼中备受乾隆宠爱的令妃,究竟是不是乾隆的真爱呢?令妃在电视剧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,事实上他在历史上占据的分量也是不小的。 人们总认为他是乾隆最宠爱的妃子之一,一来是因为他生育众多,二来是因为他的儿子当上了皇帝,因此成为他得宠的佐证,事实真是这样呢?欢迎收看本宫八里史,点个订阅,一起学习历史知识。 令妃卫士比乾隆祖祖小了十六岁,他家是正皇级褒衣,也就是奴才出身,看他的姓氏就知道他是汉人出身,本来是没有机会攀附皇室的,也为清朝后宫中有个严格的规定,就是不允许那汉人女子为妃。 虽然清朝历史上出现了不少汉人妃子,但是地位都非常低,令妃十三岁那年,按照规定参加了内务府的选秀,进宫成为了一名宫女,其实令妃长得不算漂亮,只是脸庞清秀些而已,她能被皇上看中的原因很简单,就是曾在复查皇后的身边听去教导。 能爬到这个位置的人至少是高等宫女了,能力已经超出了平常人一大截,乾隆十年,令妃刚满十八岁,被乾隆给立位了位贵人,没几天又直接册封为了贫位,这在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,仅仅过了三年,她又直接升到了妃位,这个时候的令妃还一无所处,一介汉人妃子竟然在三年内从宫女升到妃位,的确是不简单,多少升过皇宰的妃子都还停留在贫位。 因为,光从这点来看,令妃嫡却是受宠的,至少在她刚成为乾隆的女人时,也享受过宠冠六宫的感觉。 如果说刚开始的令妃受宠,是因为乾隆享受新鲜感,但是一个长相并不怎么惊艳的宫女,能在十几年间一直保持圣宠,那就绝对不只是漂亮和新鲜感了。 令妃能够上位的原因之一,就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特殊技巧,基于封建朝代的原因,古代的大家闺秀都要往温柔贤惠方向培养,这就导致很多女子刻板,呆致只会对夫君唯命是从。 但是令妃不一样,她性格活泼好动,敢跟乾隆嬉戏打闹,说笑话哄得开心,甚至有时候还会闹闹小脾气,这对乾隆来说无疑是非常新鲜的。 她活了几十年都没见过胆子这么大,并且还这么有意思的妃嫔,所以逐渐被令妃吸引了。 光从令这个封号中就能看出来,在乾隆的心中,她就是一个聪慧,睿智,活泼的姑娘。 那么乾隆究竟是真心爱令妃的,还是只拿她当意识的新鲜呢? 其实看看她在对待令妃的态度上就能明白。 十年连生六胎的令妃真的受宠吗? 真实情况令人大跌眼镜。 她是大清生育最多的一位妃子,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备受恩宠,实则也是个可怜的生育工具。 乾隆二十年,令妃怀上了身孕,这是她跟皇上的第一个孩子,乾隆比较高兴,还给令妃的家人赏赐了房屋土地。 第二年令妃生下了一个公主,那就是皇妻女,皇上并没有因为她生了公主,就冷淡母女俩,甚至她对这个女儿非常喜欢,后来还封为了顾伦公主。 从第一次生下皇妻女之后,令妃就开始了她开挂般的生育之路。 第二年令妃跟着乾隆去江浙南巡,路上怀上了身孕,几个月后回到元明园后生下了皇十四子,第三年生下了皇九女,第四年怀上了身孕,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保住孩子。 小产了,刚休息了没几个月,第五年又生下了皇十五子,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,第七年生下皇十六子。 这个孩子依旧是令妃在跟诉乾隆去南巡的路上怀的,第十年生下了皇十七子,还是在跟随乾隆去热和围猎的路上怀上的身孕, 从这个时间顺序中就能看出来,前面的几个孩子都是一年生一个。 并且乾隆出行的名单中,令妃永远是名单中铁打的妃子之一,有这样的生产频率,她得到的宠幸也是非常频繁的。 相比较叶赫纳拉市大族出身的书品,在宫里混了几年还是个频位,二十几岁的令妃已经是四妃之一了, 更重要的是,不知道令妃到底用了什么手段,刚刚生产完后,还没等出叶子,乾隆就已经急不可耐的找上门了, 怪不得令妃能保持住一年生一个的频率,有一年令妃怀着皇十七子,她在随着乾隆南巡的路上怀上了身孕,一回到宫中。 乾隆就赶紧命人将养心殿的耳房收拾出来,还更换了很多新的家具布置,养心殿原本是皇上办公的地方, 除了皇后之外,普通的妃子们是没有资格住在这里的,此时的令妃仅仅只是皇贵妃,却享受到了皇后才有的待遇, 这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令妃已经宠冠六宫,皇上还给了她超出身份的待遇,但是仔细想想却还是能发现漏洞, 这样高的生产频率对一个女子来说是非常致命的,因此令妃伤了身体, 她的后半生中身体也为生孩子留下了许多的后遗症。 虽然在这期间皇上给了令妃很多超规格的待遇,但是也仅此而已了, 除此之外,并没有什么皇上心疼令妃的迹象, 一个真正爱妻子的男人是怎么忍心让她十年连生六胎的呢? 不过不管乾隆是真心爱令妃,还是因为她太过能生而已, 她的的确却是爬到了皇贵妃的位子,设六宫室,贵为后宫之首, 她的儿子更是被立为了储君。 她在乾隆心中的地位还是值得肯定的, 那么既然这样,最终令妃为什么没有当上皇后呢? 乾隆独宠令妃,还将永远立为了储君, 这些真的是爱令妃的表现吗? 其实并不见得,乾隆儿子众多, 永远在众皇宰中并不出众, 并且轮敌术,论长幼, 按理说怎么都轮不到永远, 难道真是因为令妃太过得宠, 所以乾隆对永远爱无及乌吗? 最开始时,乾隆早就想好了让傅察皇后的儿子当储君, 不过傅察皇后连生了两个儿子都早要, 所以乾隆就只能从其他儿子中选。 除了嫡子之外, 倒是还出过几个优秀的儿子, 然而这几个儿子也不省心, 有人在傅察皇后的葬礼上失敬而失宠, 也有人因为母亲失德, 连带着儿子也遭殃, 武皇在永齐原本是乾隆的众义人选, 但是却年纪轻轻就因病过世了, 在乾隆还剩下的儿子中, 除了夭折的和未成年的, 其余的几个全都资质平庸, 所以其实永远是从矮子里面拔将军, 乾隆选择永远其实是无奈之举, 跟令妃是否受宠关系并不太大, 令妃在历史上的称号虽然是孝依纯皇后, 但是她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当过一天皇后, 而是在死后被儿子追封的, 自从乾隆继后被废之后, 乾隆就再也没册封过皇后, 所有的事宜都由令皇贵妃这个后宫之手来处理, 明明已经有了皇后的实权, 为什么乾隆不肯迈出最后一步, 让令妃坐上皇后的位子呢? 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, 第一个原因, 令妃的出身, 她是汉军级褒衣出身, 身份卑微, 能坐到皇贵妃的位子已经是突破了底线, 所以满朝的文武大臣是绝对不会容许一个汉人当上皇后的, 更重要的是, 就是因为她身份低微, 没有背景, 也就意味着对朝廷不会造成什么威胁, 所以乾隆才允许她不停的声, 第二个原因, 大清有一个奇怪的不成文规定, 皇帝在活着的时候最多只有两个皇后, 虽然这个规定没有明确写进组织当中, 但是乾隆还是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违背祖宗的, 更重要的是, 她对令妃本来也没有爱到无法自拔的地步, 抬去她一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她开之散叶的功劳, 所以也没有想着要将她给扶成皇后, 令妃虽然看似一生受尽了荣宠, 实则对于皇帝来说, 她也不过是个趁手的生育工具, 这就是后宫大多数妃子的共同命运, 实在是悲哀, 虽然乾隆为了提升她在后宫的地位, 多次为其抬起, 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她的汉人血统和低威的出身, 即便乾隆愿意为爱破例, 文武百公也会因其违背组织, 一百个不同意, 为了避免滋生事端, 乾隆自然要堵住众人的嘴, 再者, 乾隆为保全皇储, 不敢立位加世为后, 康熙朝九子夺敌一事, 可以说是写的教训, 所以雍正继位后便不再公开立储君, 而乾隆则立傅察皇后之子永连为太子, 不过太子福伯, 九岁就早邀, 他为了安慰傅察, 又立傅察次子永从为太子, 结果永从才两岁就离开了人世, 也许是受了不小打击, 往后很多年, 乾隆都没有再立太子之心了, 知道乾隆三十八年, 为加世的二儿子永远, 嘉庆才被乾隆密定为皇储, 倘若立位加世为皇后, 那么皇储的身份势必会曝光, 为了保全储君, 乾隆始终不敢立后, 所以只能委屈魏家世了, 不过魏家世身上所佩戴的东珠朝珠, 是皇后才有资格拥有的, 而且他的长女也被封为顾伦和静公主, 顾伦二子也是皇后之女才能拥有的封号, 魏家世看似只是皇贵妃, 实际上待遇于皇后无异, 最重要的是他的儿子被立为储君, 仅凭这一点, 魏家世就心满意足了, 毕竟从一个小包衣, 小宫女, 到成为储君之母, 他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, 妥妥的人生赢家呀, 倘若非要找出一点遗憾, 那就是没能亲眼见到儿子登上皇位, 永远被立为皇储两年后, 四十九岁的魏家世就与世长辞了, 乾隆实感悲痛, 再次为魏家世抬起, 并下令将其葬入自己的帝宫, 和复查皇后一同长眠于地下, 等到永远登基之时, 魏家世被追封为孝依纯皇后, 时隔二十年, 魏家世才成为了皇后, 不过, 名分对他而言已经不重要了, 生前得到乾隆足足十年的胜众, 这殊荣仅次于原配复查皇后, 复查皇后于乾隆而言, 是永远难以忘却的真爱, 而魏家世则是命运馈赠给他的惊喜, 算是弥补了人生后半成复查皇后的缺席。